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 Viper的伯伯對上打打的一場比賽 Viper這邊選擇的是伯伯人 稍微簡單講一下伯伯人能力 村民的移動速度會增加10% 然後馬丘單位在情報時代費用會減15% 地位時代是減20% 那前面這個村民移動速度 就稍微會有提升一點經濟的加成 但效果並不會太明顯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居居堡壘這個特性 團隊的城堡功都提升25% 這個打團戰還蠻好用的 尤其是在打寶兵的情況下 再來是他的駱駝 駱駝 駱駝有單位他的治癒能力可以自我提升 就是像 微金狂戰士那個 駱駝是一樣的感覺 都是會自己回血的 但是他是駱駝單位都可以 所以代表說他的 他的駱駝會自動回血 之外他的寶兵是駱駝 駱駝也是駱駝單位 所以他如果點金罐的話 這個駱駝也是吃得到的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位置 那 MIPER的黃金還算不錯 金這個地方應該是不太被騷擾到 但是以MIPER的個性來說 是不會想要為家的 所以我覺得對MIPER來說 不管在哪個位置 對他來說好像都無感 但以一般玩家來說 MIPER這好像是天土了 金蠻安全的 果子也還行喔 這邊圍一圍其實還是過得挺舒服的 這邊都很好味道 好那就看一下MIPER會怎麼打吧 來看一下對手的位置 對手是 達達人 達達人也是算是一個蠻好玩的文明 他有 欸達達人好像在我們頻道沒有出現過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吧 達達人的話可以從 可以養的 畜養動物 像什麼羊啊 豬啊 雞啊 那些的 食物的 抽籍食物可以加50% 然後從寵物之大開始 新造的TC都會產生兩次民養 那在高好白陣落時 各單位造成傷害加25% 那這個意思就是高地喔 這種高地的地方打滴滴 傷害已經原本加30%了吧 那這邊再加額外的25% 所以總共打起來 已經超過50%了 但我不知道他實際上是怎麼算的 是30%之後再加25%還是怎麼樣 這個實際沒有去測試過 聊天室有人知道的話可以再留言一下 母子環、安息人、戰術免費 哇 光這兩個 你只要封劍打小弓 你上 城堡實戰你只要點彈道學 然後一弓 基本上你的城堡的小弓就成型了 母子環 這個對弓兵來說超好用的 那安息人戰士的話是打馬弓才會有用的 他的能力是會加二防 然後打長槍兵會有外傷害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能力 但是要打馬弓才會有用 那打戰人算是打肉馬跟馬弓都很好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的馬鎧都有升到最滿 打肉馬也OK 打駱駝也OK 打馬弓也OK 唯一就是他的步兵最不行 他的步兵只有一級防 然後也沒有劍勇 但是戳戳是有大級兵的 所以他的步兵是完全不能看的 但是如果拿來防守的話 出個大級兵還是可以的 好看一下打打的位置 打打的圖只有右邊這邊很難守之外 左邊這邊要圍的話其實蠻好圍的喔 好像也還好沒有到好圍到哪去 那這邊打打防守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可能一開始要先圍小 先這樣子圍圍圍圍圍圍 圍圍圍圍 然後這邊到城堡時代再把這裡圍起來圍起來 這一塊附地就是他的了 或是這邊直接圍到的也可以喔 好 那來看一下 這邊已經開始打了 Viper想要圍人家赤猴 而且還圍起來了 直接封死 然後兩隻村民去打這個 赤猴然後收掉啦 這個Viper獨門絕技就是這樣子 看到赤猴在奇怪的地方 立馬封死 後面再蓋一個城門 直接村民包夾 收掉刺頭 完美 好 來看一下打打這邊 迎兵走得過來 現在META都是兩名兵的 不是三棒棒了 以前三棒棒已經成為歷史了 這邊快速蓋下了 木牆 你看這個手術 瞬間建造 手術感覺很像電腦 哇 又圍住了 你太狠了吧Viper 好 打打這邊的棒棒快攻宣告結束 沒了 他的棒棒沒了 還好現在META是兩棒棒 要是三棒棒的話他更虧喔 難怪現在META一直在變 大概能理解了 稍微加速一下 那兩邊應該就是在上封建時代 再互尻 好那打打準備挖金應該是要打小弓 那Viper這邊應該是會打個肉 嘛 沒話的話是肉嘛 然後之後才會轉射箭場 來了 再上了馬修 哇這兩個棒棒就被這邊 灌在這裡圈養了 欸這裡Viper 居然拉了四孫出去做壞的事情 這邊出了一些長槍兵 居然是要前置塔弓喔 這邊肉麻衝過去 但對手的手術也是很快 直接圍了起來 看來這邊小弓出來之後 不能化解這波弓是人嗎 但是這邊射箭場有點稍微被控 所以我們要去一下會比較好 這裡可能趕快圍起來 哇這邊直接對塔 在這邊打打 蓋塔的村民比較多 而且這邊有小弓在騷擾 讓Viper蓋塔的速度沒那麼快 在這邊會走進來嗎 好像會 哇 Viper直接進來打這個 啊這個弓兵真的是失誤了嗎 哎呀看起來像是失誤啊 這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突然肉麻走進去然後被戳掉了三隻 有點虧欸 好這邊村民走過來要來拆這個塔 那這村民要不要再進去一下 再繼續射 好進去了 要射一下 哎呀沒收到沒關係 趕快手趕快死掉這一個 趕快村民拿取全套開扁 趕快拉走 要不然被這個鏡頭射死了 這個鏡頭要補一下 差一點 沒有射中 這走得還真不錯 OK這個全套村民順利截到了 Viper的塔攻攻勢喔 看家裡這兩隻棒棒還在眷養中 看來Viper沒有放棄要對他的棒棒 放棄他的服務 來看一下要不要下射箭場了 OK下了 這個時候再不下射箭場就會真的很危險 因為小公完全無法處理 哇這邊直接開門把棒棒放得出來啊 這邊被射到了幾下 拉走 這邊應該就小打小鬧不是問題 來加速一下 這邊應該只會繞繞繞繞 哎呦這邊怎麼過來 哎呦戰毛過來了 OK但是Viper直接拉村民去打 對面的戳戳 雖然死了一村 但還行喔 這邊已經要準備上城堡時代的Viper 只下一個單射箭場反手而已 這邊又來了更多的工兵 走得進來 哇Viper又死一村 哇死兩村了 目前村民樹兩邊是持品 Viper稍微落後一村 感覺對手被塔攻有點騷擾到 OK這邊這邊再甩 再甩再甩 欸Viper覺得很難得圍了家 我們剛剛開局講的圍法 他真的造實圍了 會玩的玩家都大概知道 要怎麼圍了 所以有點實在講 講廢話的感覺 好 達達這邊 決定要來一個破城 唉唷兩個人重拾上城堡時代 來看一下這變身 來兩邊都在升級 達達這邊確定是升奴兵 然後出騎士 但Viper這邊沒有出任何的單位 準備要來3TC開農了 那Viper他比較喜歡那種 防守級反擊 防守後反擊的打法 那防守反擊的打法的特點就是 會先猛 然後再出一些兵做反擊 那你農起來之後 你的兵就會永遠不解 而且 而且他那個 品質也更高一點 你的軍隊的品質度 不會那麼的脆弱 然後該層的攻防都有升 然後軍隊也能一直按 然後 所以你村民的經濟也不會落後 哇這裡好兇啊 他直接打4TC啊 然後到現在真的是 一隻兵都不出 然後只是打算要出投石車來做防守 這邊戰寶走得出去 好那Viper這邊稍微落後 兩隻村民 因為他這邊3TC 我覺得 Hellick有點早 因為 通常3TC的話 你這邊舔的量 是完全不夠負荷這些 TC產村民的肉量 更何況你要再去舔一些 經濟科技的關係 所以導致Viper這邊 經濟有點出現思調狀況 但Viper這邊也不會輕把黃金拿去買肉 所以這邊可能會出現一些斷村狀況 你看4TC 只有2TC在運營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好這邊是 Viper剛剛是 4TC 有同時運營沒錯 但是還是會 偶爾會有點少少斷村的情況 好剛剛看到的是 雙TC是藍色的部分 我還是更正一下 這邊田還是算偏少 但是這邊 頭石車 只有被點掉 哇 Viper 有點慘 終於點下了 射箭技術 好 那這邊可能 趕快再出來種田 不然斷村要斷村 就嚴重了 好但是因為 4TC的關係 村民直接反超囉 但是問題就是 目前這邊 連種田都被 封印住了 而且還被拆田 有點難受 哇這邊直接下個城堡 來守這塊小金 然後這邊可能 要開始打爆這些農田 偶爾準備要再來一台 但是對手的騎士 還是在一直在做 製造的一個動作 那Viper可能會很難受 哇現在斷村 有點慘 13片田 好那城堡蓋 好了 那Viper剛剛這邊 4TC 是又挖石頭 所以造成他經濟是不太行 那 還行 有城堡的話 就代表你有個安全的一個 城堡時代的一個無敵的 資源採集地 可以這樣看 基本上 TC跟城堡連動的話 TC這些 所在地的 資源點 都可以輕鬆鎖一下 那問題就是這邊了 好這邊的話 遇到這些騎士會很難鎖 而且這邊 TC已經塞滿了 但是Viper用一個他擅長的 瞬間蓋房子之樹 直接把這邊 挖把木的村民給守住了 你看這邊村民其實全部塞進去 人就剛好買那個TC了 哇 但是Viper用他自己的過人的膽量 直接封印住 唉唷 但是這邊有一隻奴兵啊 咬得死嗎 欸 哇靠 連大地之母也在幫Viper 好前線壓一個寶 來把這個大金給奪回來 所以你鎖住這邊農田 跟這邊TC防守 但是這邊還是會被騷擾到 好但是Viper的村民樹 沒有領先對手 因為 對手也已經 3TC了 而且Viper這邊 因為4TC 一直斷村的關係喔 所以村民樹 剛剛並沒有領先 好但是這邊慢慢領先回來了 但是又被超過了兩邊都不分上下的感覺 好來看一下射一下 OK 好 4隻弱弓出來了 哇這個弱弓射成有6 然後攻擊力有9 但是弱弓非常害怕戰毛跟奴兵的 而且這邊打打用免費的拇指環 好像射速度更快了 所以弱弓直接硬打奴兵 不是正面選擇 所以這邊Viper決定要讓這些弱弓出去 做點事情 5隻弱弓 看能殺幾隻村民喔 好那來看一下 目前對手都在守一下遺跡的部分 看一下遺跡沒有人 沒有人的話 就順便繞到後面去 只好騷擾一下牧區的部分 好這邊剛剛也是喔 看一下 白白白出一個生旅 來撿一下遺跡跟防下騎士呢 好像有蓋了嘛對不對 唉唷 這邊有生旅 蓋製造中 這邊戰狼直接走了過來 然後被弱弓給收掉了 然後被弱弓給收掉了 白白彈造血液好 這個弱弓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好設的更精準一點 好那白白彈 當務要急就是 要趕快讓自己的農田 穩定起來 好不然他這樣4TC 還是一直在斷村喔 原田的數量還是偏少一點 17片田 雖然如果完全拚在 村民上應該是不是問題喔 當然他還有科技要深的關係 所以還是會偶爾出現斷村的一個狀況 還有支援採集速度的問題喔 來看一下這邊 4個 唉唷又收掉1村 3村 這邊3個屍體了 1 2 3 這邊收3村 滿賺的 開村 村民雖然拉開了 目前村民術差距大概落後8隻左右 而且Viper家裡還有玉堆兵沒有減 但Viper覺得不以為意喔 對他來說並不是壓力 壓力是要給對方的 這邊又再殺 5村6村 7村8村 9村 9村 9村了嗎 9村一下 9 10 11 哇對手直接死11村 好慘 這5隻落宮做了太多事了喔 已經賺爛了喔 這邊送掉也已經 我看還換了隻老頭 連老頭也換掉了 那對手真的是糟糕了 11村加1老頭 什麼概念 55肉 然後再加100黃金 好就抵消這5隻落宮的價格了 好再來是 唉唷這邊直接一個高地壓寶想要來壓Viper 但是這邊Viper好像已經有看到視野了 看到一個奇怪的東西嗎 欸沒有看到 哇這什麼 奇怪的預感嗎 覺得落宮該出去 不該在家裡 哇一出去就看到在蓋城堡 完蛋 你們對手 很尷尬 直接村民被抓掉 這裡有幾村啊 哇至少大概有個7、8村吧 算個7村好了 咳 Viper這邊已經抓掉快20隻的村民了 村民數差距快來到30村了 但是家裡這坨奴兵 還是沒解掉 對手應該覺得很奇怪 奇怪 我們這坨奴兵你就是不解 你只要把兵往前派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我是對手的話我已經這樣想 家裡兵不打 跑去打外面的 而且還被他抓到蓋城堡 好但是Viper這邊沒有想要選擇一個直上帝王 反正就出了二級馬凱跟騎士來做防守 來打這個戰毛兵 那邊今天遇到戰毛的話 弱宮剛剛有講 非常害怕奴兵跟戰毛的一個單位 這邊還是要出一點騎士來解一下這邊的工兵 跟戰毛兵 剛剛木頭爆了一千喔 趕快灑田 有在灑了 這邊真的在灑了 趕快把木頭消耗掉 通常高手之劍的話TC 村民出來就是踩這個木頭 可能有些新手不太知道 蓋好TC要再拿幾解 好這邊稍微講一下 雖然蠻基本的 當然我們這一台也比較歡迎新手 也會補充一些新手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讓大家4D國可以學習得更快一點 這種小知識 其實我看蠻多時刻是不會講的 那我覺得有機會就講一下 對大家也比較好一點 好來看一下這邊 村民又再殺了 4 5 6 大概5隻左右 1 2 3 4 5 OK 他再為第6隻 村民術已經上了快30隻了 喔這邊騎士來解家裡 但是你看這個奴兵 還在秀他的奴兵左右動 哇 最後只被換掉一隻弱弓而已 但這個弱弓真的很怕奴兵喔 應該最怕的是奴兵啦 再來就是戰毛了 因為奴兵射的快 射的快就是一個威脅 好在這邊開始把這個田灑起來 反正爆木頭就撒田 爆食物就多拉一點村民去伐木 這遊戲經濟調節就是這樣子 蠻單純的 但是通常要做得好也是不容易 好 這邊打打選擇打寶兵欸 哇 戰毛配打寶兵好像想法不錯喔 稍微講解一下打打的寶兵喔 打打寶兵他是可以無視敵人的裝甲的一個單位喔 稍微講一下 不好意思我講錯了 這個是可以產生黃金掠奪的 然後 他的價格非常的貴 但遠方有3 血量140滴 然後攻擊力有11 我記得一般的對戰是不太會用到他的 因為他造價昂貴 然後又要用寶兵造可能造的速度沒這麼快 沒關係要一直造城堡喔 才有可能把這個量睡起來 有個城堡在家裡睡了 反正居然可以看到經典的弱宮 對上打打寶兵的一個對決 真是大寶眼福了這一場 這邊造了一堆弱馬來騷擾 這個弱馬很完美有80滴的 興起兵的 OK這邊左邊有辦法騷擾 這個就是Viper的一個窒息室騷擾 這邊弄你一下 然後這邊再分兵進去 然後左邊再弄你一下 把部隊都分成好幾隊 別人都分給一兩隊就算了 他是分成三隊喔 三隊進攻 然後這邊看到情況不對 家裡的攻擊力越多了 聰明又被殺 哇這邊至少就殺了大概10村左右了 這邊想要會合 但是這個木槍還射不掉 哇但對面村民也是被傷很多 趕快會合一下 直接合體 要來打這個寶兵 但是有可能走不掉 先走 先走先走先走 射一下 集結集火一直 但這個寶兵 基本的防禦就有2了 因為還不精銳喔 精銳就有3 這邊直接點掉 兩隻老頭 但是有一隻被招走了 反正洛馬再回來繼續砍 這就是Viper的一個自習式騷擾 你可以殺掉我這條路攻沒關係 但是我這裡的洛馬 就要回來騷擾了 就要回來騷擾了 然後那這邊 打打招線上的帝王 死蛋 那Viper這邊選下 下2級攻 然後寶兵一直出 開始出遠頭 3級防也預備好了 這邊沒有新生3級射 是新生3級馬卡 然後這邊肉馬又再來騷擾 哇 其實很少會看到 其實很少會看到 Viper在這種時代會用 肉馬來騷擾 Viper是想要把黃金留下來 然後做一些科技升級 跟 繼續產弱攻 跟遠投 這個經濟套 應該是有算過的 因為它這邊一直爆肉馬是沒有問題的 肉 60片田確實蠻多的 要打肉馬騎兵的話 60片田 基本上是標配了 然後這邊 經濟調配也是相當不錯 因為它是 弱攻 跟肉馬都要出的狀況 所以它這邊 肉不能太少 木材也不能太少 所以黃金 彩的量可能就被壓縮 然後這邊黃金用的 算是相當的 相當的 謹慎 一直龜臉這個黃金 呵呵 這邊爆了很多肉馬 是要來擋這個 寶冰的傷害 但寶冰 不知道怎麼唸啊 雀...雀...雀蛆嗎 我太會唸了 它攻擊力只有9 所以我才說 一般人是不會出這個 它出了貴之外 它一般的攻擊力也比不上騎士 騎士一般還有10攻 好 來看一下 這邊交換 唉唷 這個肉馬直接上進去插遠頭 把對手兩台遠頭給拆掉了 但家裡的遠頭還在繼續做投擲 但弱攻輸出很快 前面的肉馬一直在補 不知道 哇對手直接喊GG 哇好突然 哇 對手知道自己經濟差距越來越大了 本來看得到的差...超多少經濟喔 我覺得應該是蠻多的 哇 全贏 這就是4TC 爆經濟 太狠了 經濟屌壓 這也是因為打打這邊 被vipers收掉太多村民了 30村以上有了 這邊確實也落後30村 但是這邊打打黃金產出比較多一點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